2023年7月17号 A股今天中大阴线调整 各股普跌 接下来A股怎么走 这里先说结论 不要怕 不要慌 A股今天跌完了 就没有事了 还会继续反弹 为什么这样讲 以及A股今天 为何撬空大跌 接下来我们详细分析一下 今天大跌的原因呢 发了一下GDP GDP呢 上半年同比增长5.5 其中二季度呢 同比增长6.3 但是呢 6.3呢 是属于第一预期 大家都知道去年 4月份上海封城 4月份5月份 6月份是基础非常低的 在基础非常低的情况之下 增长6.3 那么说明什么 说明第一预期 本身预测 我们二季度的GDP增长 应该是7% 上半年这样总体算一下 我们的GDP增长是5.5 那全年呢 完成5%呢 应该是大概率 但是基本上下半年 想超太多的难度系统 就比较大了 因为7.89 11月12月份 它总体的基础偏高 那么 在这个基础之上 再增长5% 还是会有点点压力的 所以说呢 这个二季度的GDP增长6.3 算是低预期吧 因为普遍预期 二季度GDP 应该是增长 应该是增长 7%了 那么这个消息一出 直接跳空低海 但是呢 谈话又说回来了 增长上半年5.5 已经很高了 全球已经没有比我们高的了 可能就印度稍微比我们高一点 大部分国家还不如我们的 所以你说A股跌真的是 对吧 有点莫名其妙了 然后呢 跌的时候呢 羊妈也是有温暖的 羊妈今天呢 还是有温暖的 这个 羊妈开展1030亿元的 这个MF 中期借贷便利 和330亿的公开市场 你会有操作 就是发钱 一口机就给你发了1500个亿 够不够用 不够用再发 所以说呢 今年A股之所以能够支撑得住 就是你看 很多都不太咋地 但是能够支撑得住 就是因为啊 你要妈给钱 这个逆回购 中期借贷便利 降息 到处都是钱 就是往外上 所以说呢 A股呢 跌下来了 不要慌 跌下来不要慌 任何一次下跌过之后 老师都会给大家打气 就是因为利率低 就是因为资金比较大 所以说呢 再坚持一下 但是今天在 如此的行情之下 我们还能够逆势吃肉 是相当不容易的 主要是因为啊 今天的这个人工智能 还是涨的 CPU概念 大家知道 CPU呢 是我们一直跟大家 强调的一个板块 就是光模块嘛 光模块呢 是我们一直跟大家 强调的一个板块 那么光模块呢 今天再次上涨 我们有七成仓位 我们有七成仓位呢 是在光模块里面 一个涨了2% 一个涨了4% 还好 今天呢 还是要逆势吃肉 不过呢 有七成仓的光模块过之后呢 我们已经 就是走了一些涨的 然后又去了一些没涨的 就在里面来回玩 就是涨起来的光模块 咱就跑了 然后没涨的光模块呢 我们再弄一点 就这样来回来回倒腾 今年其实在上半年的时候 我们酒是做的比较差的 但是我们这个人工智能 做的还是比较强的 虽然说我们人工智能啊 这一波第一波错过了 但是呢 我们从5月份开始参与人工智能 刚好选的都是龙头 几乎都是板块里面 最强的几个 然后呢 在5月份6月份 到7月的上旬 这几个月呢 还是大口回血 主要回血呢 就靠着人工智能回来点血 所以说今天个股谱的业呢 我们还能够逆势的时候 全靠人工智能 但是呢 就是涨了多了 咱要跑 再换一些没这么涨的 就是来回跟它倒腾 总体来讲呢 机会还是有的 然后呢 这个周末呢 还发了一下这个航母 航母呢 就是船舶呢 这个业绩报表还可以 所以说船舶呢也涨了 所以我们今年跟大家提了几个板块 航母概念 人工智能 还是比较强的 这几个板块呢 还是比较强的 未来呢 只要做高包低息 其实机会还是比较多的 股市机会 还是比较多的 关键是如何选 今年其实看大盘 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看这个大盘的意义不大 最关键是选好公司 选好公司以后 还有一点就是节奏 节奏一定要抓稳 节奏抓准的话 这个跟量化是有关系的 今年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就是股票的波动非常大 股票的波动非常高 这就是量化基金在玩 大家知道昨天有一个消息说是 现在量化基金 只要你是这个方法 这个专业毕业的 不是说一天四千块 就是一天啊 一天给你四千块 不是一个月啊 是一天给你四千块 就是因为 现在的量化基金呢 主要是在玩高波动 就是 涨四个点 咱一砸盘 跌四个点 咱一砸盖上来 一天八个点的利润 就在这里反复做差价 就在反反复复做差价 因为你涨太多呢 可能不合适 对吧 一个是面临监管 第二个你涨起来呢 好像也没什么理由 在这种情况下 量化基金在玩这个高波动 高抛低息 所以说我们也要跟着量化基金 一起去玩高抛低息 高了咱就跑 跌了咱在劲 长了在跑 跌了在劲 学一些 劲力院好的 活跃的 然后跟着量化基金 这就是今年的节奏 所以说一个是学好公司 第二个是要抓稳节奏 这个节奏呢 很有可能在未来 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的 而这个人工智能 以及航母方向 应该来讲 是一个不错的 高抛低息的机会 每天早上九点十五到十点半 下午一点到三点晚上 八点钟都有直播 假如说你不知道 如何选公司 或者节奏 抓不准的话 可以多来听听直播 最后不要忘记 点赞点关注 点赞点关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